头条要带大家关心的是不管是吃面条 面包还是豆花粉圆等甜品呢都离不开淀粉 所以毒淀粉呢让很多民众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而北市卫生局呢就在网站上成立了化制淀粉专区 就怕民众还是看得不下伞还推出了安心标章 希望消费者能够一目了然 而也有业者呢干脆自行送宴就怕顾客会跑光光 整理各种甜品配料准备开业 夏天冰品的好搭档粉圆汤圆都已经摆放整齐 不过受到毒淀粉冲击上门的顾客却没有几个 让无奈的业者只能赶快送宴自家产品 希望往回生意 现在几乎大家都不敢吃了 就是有合格证明書我们才会卖还会摆 卫生署要求6月1号起业者都要张贴检验合格证明 就怕民众看不懂复杂的SGS检验证书 北市府下午前往百货公司做鸡茶 将有提供检验合格证明的业者 贴上这个有爱心符号的安心标章 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凡是检查呢 确定它的检验报告会相关的来源证明是符合规定的 我们就会贴一个安心标章 让民众可以很清楚的辨识说 这个是卫生局有来现场检查过的 北市卫生局强调6月1号起 贩售肉圆 黑轮 粉圆 豆花等八大类相关食品 如果没有提供合格证明都会依法罚欢 呼吁业者不要以身试法 佑天TV综合报导